我觉得对于大学生创业的话 其实难度挺大的 但是不代表没有机会 因为年轻人 特别大学生而言 他的想法比较多 从想法到实践这个过程 是一个一道坎 要卖到这道坎 其实也不难 就是选择一个 你能做的一个范围当中 去亲近你的一个 该放弃要放弃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 因为创业这件事情 并不是过家家闹着玩 这是一个商业的行为 商业的行为的话 你一定要面临竞争 你一定要懂市场 未来的这个市场 是面向的哪一块 那对于大多数可能学生 他并不是接触的少 所以说我非常非常建议 在学校当中的时候 能够认识几个 在这个领域当中 很专业的一些人 成为你的导师 甚至成为你的这个忘年之交 在与他们的这个接触 或者说互动当中 能够对你的 在未来的创业之路 提供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是我的这个创业的导师 就是叫雷琳 他是启迪的一个 总组总经理 就是之前做汽车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顺利你这些事情 我个人不看好 但是呢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不能把这件事情 证明它成功 你一定要证伪 然后他跟我讲 他说 如果你是以赚钱目的 去创业的话 他说我建议你 把清华博士拿下 因为钱你永远赚不完 但是呢博士可能你未来 再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如果你是为了你的理想 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他说这个事情 你就另当别论 如果你愿意这么去做的话 他是很支持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物 就是对我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所谓的一个启发 第二个是我的博士导师 然后那个 他就他就讲 然后我跟他 我当时挺害怕的 所以我说 我可能要 我要停止创业 然后呢 做一个互联网项目 站在经济道 说可以啊 反正你想做 你就去吧 反正我又不会说 你不好搞科研 那个我就不支持你 不过呢 他说你这个 互联网这个项目 赔钱赚吆吼 你这个东西就赚到钱 对吧 然后呢花一大笔钱 最后自己股份没多少 赔钱赚吆吼 他说如果你要创业 我给你一个建议 一个方向 我说第一个 幼儿园 他能做幼儿园 你看现在 对吧 很多这个 宁爱小孩 第二个养老院 老龄话越来越严重 这个东西都是机会 他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说 我说这个可能 是不是需要大量 我说这个东西 我没办法 因为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条件 可能就只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特别感谢 这位老师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其实我个人生气 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就是可能困难 都是在未来 我觉得 你到一个阶段 你会发现 回头看一些东西 可能看来还蛮难的 比如说你 我们两次 差点没钱了 然后你要保证 这个产品 正常运转 所以这种东西 对我们当时而言 还算是比较 比较难受的一件事情 天天的着急说 我靠没有钱了怎么办 包括我们早期 有学生蜕变 就是一群一群人 对吧 在工作 然后有的在读书 你要蜕变成为一个 全心全意 为师兄帮忙 把所有精力 付资到当中的一个过程 那你有些人可能 放弃不了这种东西 有些人可能因为 他的这个家庭的一些原因 对吧 可能家庭说 你必须再给人拿个户口 然后这父母 给他们一些压力 对吧 有些人可能还 愿意去拿一个 这个学位什么的 这种种的原因 可能导致了 这个产品的推进过程中 遇到很多的阻碍 我觉得都算是一些 特别让人难过的 一些困难 但是呢 其实在现在看来 感觉就不算 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而我觉得 更大的挑战 是在未来 例如我们 我们后续的这个 从百万到千万 或者说到更多的用户 让更多人去认同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价值 和我们未来 把师兄帮忙 打造成为一个 这个校园的 这个移动社区 这样的一个目标 它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才是对于我们 最大的一个挑战 呢 我现在来到了 这是在低头的 判斉 非常在不高的 我知道 因为 我市优的 没有 现在